另外还要来关注欧乌战争 完全有最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闪电造访英国 这是他开战以来第二度出访 乌军发射冰爆多管火箭围击俄军 乌俄双方在对内此刻持续激烈交战 但前线乌军坦诚 比起开战初期 现在要瞄准俄军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24月底下我们进入线 他们的组织状态 现在他们的组织状态 他们的组织状态 他们的组织状态 在这段影片 大枪当海马斯在夜间发射说晚安的时候 其实是在对俄军说声拜拜 多过30城市在北方的区域 面对军队的军队 在这段时间的军队 尤其巴哈姆特和布勒达尔的战火 特别激烈 乌军在布勒达尔又成功炸毁俄军坦克 火焰伴随着农烟瞬间窜出 另外CNN公布的这段影片显示 俄军躲在战壕里 也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逼得已经受伤的俄军 狼狈爬出壕沟 随着战况陷入胶着 西方援助更不能间断 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突然造访基辅 并且带来好消息给泽伦斯基 因为德国丹麦和荷兰承诺 合计将提供至少100辆爆衣坦克车给乌克兰 乌军也和英国加拿大军人在英国联合演习 波兰也大展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威力 来警告俄罗斯 巴黎市长更了下文化 其实巴黎市长上个月才说 俄罗斯选手可以在中立旗帜下参赛 以免剥夺运动员的参赛权 但如今显然强硬起来改变立场 但就在此时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发出警讯 警告北约不要惹火莫斯科 随着乌俄战争即将届满一年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 如果战况升级 恐怕会酿成全球更大规模的战役 不过乌克兰一直深信 俄军可能会在春天发动新一波攻势 尽管如此 这场战争却让俄罗斯民众继续受苦 随着物价飙升 俄罗斯南部城市 许多人拿到的养老金 根本不够生活 有些人只好购买 已经过期发霉的食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争就要满一周年了 联合国也示警 俄乌战争恐怕还会有更大的冲突 再交给佳琪 2023年的到来 那么联合国就示警了 在俄乌战争之后 可能还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原来是在6号的联合国大会上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 他就讲到了 2023年的优先事项 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 他们开大也已经快一年了 再来就是气候危机 还有极端贫穷的问题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他说 战争为了乌克兰人民 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甚至讲到对于全球影响相当深远 包括了像是和平前景的下降 还有战况的先级 以及流血冲突的升高 他也讲到了 这是一场迈向各纳规模的战争 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蠢蠢欲动 那我们待会看到是他说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履行 联合国的宪章规定 就能确保和平 是时候改变追求和平的方式了 他说重拾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那么将人权跟尊严放在第一位 那么预防冲突要谨记在心 希望能够避免更多的战争发生 因为大家在过去一年看到了 这乌俄战争让很多人流离失所 他就说了像是尾巴冲突 阿富汗跟缅甸等等 他们希望呢 他们可以把联合国宪章 这一些尊严跟人权放在第一位 尽量避免再让人民遭受到战火的痛苦当中 再关注的是台海部分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透露 从获得的情报来看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已经命令军队在2027年进攻台湾 警告外界不可低估习近平的野心 海军马公舰与中共海军厦门舰 在台湾东部海域对峙 去年中共联合军事行动后 持续在台海周遭实施战备警循 参加我方战备压力 监防军航空兵演练对台图防 第七十三集团军进行多机型 全要素高强度海上低空图防训练 共军侵扰没完 国防部周三指出 一日之内争获解放军九架次军机 四艘次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一架次侵扰西南防空识别区 新的一年台海局势紧绷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更透露 从美方获得的情报来看 习近平可能以命令军队 在2027年进攻台湾 美方他们在推估习近平的动作 他会是放在解放军建军百年 那一个时间点 2027年前后他会是美国担心 两岸局势最不稳的一个阶段 2027也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最后一年 中国大陆有意在印太地区 取代美国的地位 而美国从本土持缘第一岛链时间过长 必须加强在印太的军力部署 2027年很多美方的专家 包括前印太司令Davidson 都这样子认为 那他这个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就是 美国的武器装备正在更新换代 他可能很多旧的装备淘汰 新的装备还没有完全服役 那所以2027年可能是一个美军军力在最谷底的时候 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说中共他这个武器装备 这个不断的在更新 那这个可能2027年他达到一定的能力 对此国防部资深咨询委员前海军陆战队上校 宋兆文则认为解放军的作战能量还不够 现在美国对他们态度的改变 可能在第一天美军就快来巡演 他的战机就直接在空中来协助我们来夺取制空权 那美国态度很明显 而且美国不是单独一个国 加拿大 英国 澳洲 印度 日本 这些都是美国的这个等于中国的同盟国一样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敏利就提到 台湾地形复杂是进攻困难的军事目标 中国大陆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拥有军事能力 同时间美方也要求台湾必须强化自身战力 既取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些经验跟教训 所以美方会希望台湾尽可能增加台湾的武器装备的一些库存 特别是精准弹药等等 因为你可能在作战第一时间 可能这些弹药消耗的会非常非常之快 我们有相当多的飞弹 空对空的 舰对空的 地对空的 发射以后都会造成你的损伤 进入零空天海就一定会不会见面 鉴于乌俄战争情势 专家认为 北京也试图从俄罗斯军队及武器系统 在乌克兰的表现汲取教训 中国在从俄乌战争中 他会思考到的是全球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在俄乌战争中他会思考到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今天他对台采取军事动作的话 那全球进行制裁 国际社会各国也对中国采取封锁的话 那中国能不能承受这样的经济打击 尤其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恐怕这会是一个对中国来讲 或对习近平来讲会是一大压力 台海冲突升温是既成事实 2027中共是否攻台 还是采取其他措施 仍充满变数 TVBN新闻 林亚南陈佑翔 王沪宇台北采访报导 美国日前发表声明 表示已经取得了 菲律宾四个基地的使用权 而这四个基地未来能强化 第一岛链的防御 这样就表示 美军这次不是以长期注点为主 而是以监视补给为目标 朝着分散多点的兵力配置 要让整体部署更加坦性 战机升空气势磅礴 各地区的防御部署 攸关国家安全危机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 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见面后发表了声明 指出未来美军 已经获得菲律宾 四个基地的使用权 将替未来第一岛链 注入更多的弹性空间 在菲律宾也允许 美国在巴拉旺岛 跟吕宋岛的北端 来加速这个军事基地 来对中共军事活动的这种掌握 有这种考量 现在中国大陆 毕竟军事已经起来了 第一岛链的位置相对于重要 美国的短板在南端 南端的重点就是菲律宾 因为越南在这一方面跟美国 没有取得非常密切的合作 专家学者估计 其中三座基地可能在吕宋岛 可以因应台湾 若有战事变化发生的情况 另一座在飞国西南的巴拉旺省 则是以南沙群岛为主 美飞这项协议 让美军可以使用飞国基地数量 增加到九座 让美国防堵中国的连线 从北从韩日 南至澳纽 原本玄缺的东南亚部分 补上空隙 第一岛链的防御更加严谨 重新取得很多菲律宾基地的使用权 那当然对于第一岛链来讲 那当然是就是 把南面这一块 那他也补齐起来 那对于要围堵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从这个攻击的面向来看的话 美军现在他比较强调 所谓的分散部署的 也就是灵活机动的作战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也需要说把兵力变成小部队 然后在不同的地点 他能够有不少兵力 转家表示 美非两国过去就有不少军事上的合作 1951年两国就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代表一方遭受攻击 另外一方就必须协防 两军互防协定也在1999年生效 代表同意美军不定期造访菲律宾 2014年更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 延长美军轮调 更可以兴建设施 若再加入这些新的基地 相关的武器配置部署 专家也有想法 第一个对空雷达 把空中的动态掌握了一清二楚 然后溃入美国的勤收网络 让美国能够掌握在南海 跟巴塞的空中的动态 第二个对海监视 因为海上中共海军将来的收数 是超过美军 虽然总动位数还不如 但是收数超过了 第三个水下的监视 你要知道中共的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的潜舰 尤其是南海舰队 增加了第一岛链防御弹性 专家表示 美国不是寻觅长期的筑点基地 相较之下是希望必要的时候 可以就近碎形 包含监视 补给 以轻装行动弹性空间为主 让整体防御岛链更加完善 因为过去在1980年代 亚洲对待了两个美军基地 就在菲律宾 分别是克拉克场 以及附近的苏比克湾 当时有15000多名美军 1991年后撤组了这两个基地 这一次的基地新增 不是走长期筑点 更弹性的防御部署 是现代化驻战的趋势 从第一岛链的北边 日本西南诸岛 到台湾到南部 这是菲律宾的旅宋岛 形成第一岛链的联合防卫 这样是对预制中共 从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出海 或者从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出海 基地部署 美菲合作 强化整体战力 第一岛链 更加紧实 TVA新闻花车站 蓝鱼铭台北长毛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链 开启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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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小铃铛